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6月8日上午,习近平到四川省梅山市考察调研 从中共央视播放的画面显示,他头上的白发明显增多 最近一段时间,海内外对习近平不利的各种政治传闻、政治谣言风起 可谓声势浩大,引发大量网友关注 人们现在最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习近平能否顺利连任 在这些如潮的政治谣言下,现在一些人开始打上了问号 对于这些传闻、谣言,众多海外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发动的一场针对习近平的超限战 其幕后真正的操盘手是江系的二号人物曾庆红 从这些政治谣言的公式看来 江争派系显然是亲近全力 利用习近平的各种错误 比如保党不得人心的动态清零政策 利用这些政治谣言操纵民意 整合一切党内反习势力 决心要在二十大上阻止习近平连任 这些传闻谣言层出不穷 从习近平所谓的善让 到习近平患上了各种绝症 到习近平被软禁在中南海 以及习近平被边控 包括习近平的军中大秘 钟绍军被抓 习近平方面对此做出的回应 先是在四月份关闭多维新闻 该网站一直以来高度捧江打席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不断让江泽民的照片 出现在网站的主要位置 可以说是全网独家 毫不掩饰其江征派系背景 接下来习近平通过中办 罕见发文警告中共元老 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以及在人民日报等喉舌上 加大了宣传吹捧的力度 向外宣示其权力依然稳固 除此之外 习近平最关注的是军队 因为中共虽然号称党指挥枪 但是每一次大的内部斗争中 真正起作用的却是枪指挥党 也就是说 谁真正的掌握了军权 谁才可能赢得党内斗争的最后胜利 因此习近平加大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度 人民日报6月8日头版报道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论强军新军三印发全军 一般的网友不会注意到 中共大大小小的喉舌 都发了新华社的这篇通稿 对于印发这本书的目的 除了报道中的一系列套话 最关键的是强化维护核心 听从指挥这十个字 习近平显然是要在将争派系 搅起的这场政治谣言龙卷风中 握紧枪杆子 在此之前 解放军报5月21日报道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军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 常效化的意见 也是这一类的动作 同时 中共军队喉舌还聚焦所谓的 忠诚维护核心 始至奋斗强军 深化主题教育 不断进行宣传 目的说得很明确 就是为了确保二十大 而其中这句忠诚维护核心 显然是中共军方宣传的焦点 重中之重 当然习近平之所以要如此加大力度 一个深沉的原因 是对军队放心不下 因为习近平在其刚刚掌权之时 中共军方完全不把习近平放在眼里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中共军队历史上的两次古田会议 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逐步夺回军权的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 中共第一次古田会议召开 据官方说法 会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 同时还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2014年10月底 在习近平的亲自提议下 中共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11名中央军委成员全员参加 参加会议的一共有420余名军队的高级干部 正式不小 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在古田召开呢 从事后中共官方透露出的信息来看 他是要模仿毛泽东 要通过这第二次古田会议确定自己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把军权从江泽民手中夺回来 中共军媒曾经报道 习近平在会上首次公开提起徐才后案 强调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后案件 深刻反思教训 彻底肃清影响 而且习近平在会上大谈部队中 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震撼 中共官方没有公布讲话内容 可想而知习近平当时一定是说了很重的话 果然在时隔八年之后 中共重要喉舌意外透露出习近平当时说的一句惊人之语 5月15日中纪委国家监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在其第十期刊发了《重整行装 重严治党 治军再出发》一文 文章中现任福建省委党校副校长曾汉辉说 改革开放后 尤其是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 一些军人尤其高级将领 不谋发展不谋打仗 贯彻落实党指挥枪这个原则 走了样 变了位 接下来他说 按照习近平讲的就是军魂魂不附体 很多人不了解中共的黑化系统 不明白这里的所谓军魂指的是什么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中共说的军魂指的就是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 也就是他们常说的党指挥枪 所以习近平在这里说的军魂魂不附体 指的就是军队在当时不听其指挥 而是暗中听命于江泽民 众所周知 徐才厚和郭伯雄当年恰恰就是江泽民在军中的代理人 那么中共军方为什么这么听命于江泽民呢 是因为他治军有方吗 不是 恰恰相反 而是因为他带头闷声发大财 纵容军队腐败 江泽民从1989年11月到2004年9月 一直任中共军委主席 掌控军权长达近15年 在这段时期 江泽民以腐败治国 同时为了掌控军权 收买人心 他纵容军队腐败 到了胡锦涛掌权时期 江泽民的人马遍布军中 因此军权也一直被江泽民集团所操控 腐败比以前更甚 习近平上台后 情况也是一样 军队中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头 自是由江泽民、徐才厚、郭伯雄等人撑腰 照样不把习近平放在眼里 甚至放话说 准备要习近平干几年就滚蛋 2015年3月14日 港媒报道称 当时在一个有数人在场的军方 半公开场合 徐才厚曾对郭伯雄说 让习近平干五年就滚蛋 此话后来传到习近平耳中 事后徐才厚虽曾仕途输成 但为时已晚 此番话已在军方红二代中 小范围流传着 有消息称 习近平后来在一个场合表示 这就是政治问题了 想不抓都不行 就是在这次新古田会议上 还有一个惊人的细节可以看出 当时的与会者中 江系人马势力惊人 2014年11月3日出版的 《解放军报》专版刊登了文章 题为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摘登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18名军方代表的发言 其中只有六人痛批徐才厚案影响恶劣 当时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 在发言中痛批徐才厚古俊山 对军队政治生态的破坏 强调高中级干部公信力缺失 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而包括当时的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在内 12名军方代表在公开的这部分发言中 虽然表面上也是一口一个习主席 但只字不提徐才厚 显然是在和习近平玩文字游戏 这些人要么是江系势力 要么在骑墙观望 该报道真实地暴露出习近平 当时对军队的控制极其有限 因此习近平在会后开始采取行动 2021年年底 中共喉舌发表所谓重磅长篇通讯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 由中共新华社记者和解放军报记者 共同署名 各大官媒纷纷进行转发 文章不仅强调要确保 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手中 而且还披露出 在这次新古田会议之后 习近平在军队中采取连番大检查 大整顿大审计 文章介绍 一场覆盖各类型单位的干部工作大检查 深入开展 对违规提升使用的干部严肃处理 接续深化干部工作大检查 全军集中组织干部政策制度执行情况检查 师级以上领导干部落实有关待遇规定 专项清理整顿 军集以上单位党委班子成员经济责任审计 军集以上领导干部离任审计 有一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共军队中腐败现象的惊人程度 据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魏建行的撰稿人 王有群博士统计 自2013年习近平发起反腐打虎运动开始 截至2021年年底 中共军队中一共有160多名将军被查 他表示 从以查办的这些将军的案件来看 中共军队的腐败堪称世界第一 当然如果没有江泽民的肆意放纵带头贪腐 中共军队怎么能无法无天到这种程度呢 这些钱全部是名指名高 王有群博士介绍了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2017年4月初 55集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在湖南卫视首播 其编剧周梅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你看现在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你都没法说它了 他们说黑透了 军事长官一演习就能把车卖了 报废 汽油给卖了 明明打了十发炮弹 报上去打了一百发炮弹 贪污军费 郑伟这些干部 卖官从班长卖起 一直卖到将军 当时我还不信 现在信了 一百四十多名将军 从1927年8月1日 中共发动南昌暴动算起 所有的战争加在一起 被敌方消灭的将军 没有几个 结果一场反腐 一百四十多个将军 全军覆没 多么可怕 你觉得他们能长久吗 能长期玩下去吗 必然亡党亡国吗 怎么能不亡啊 这是没有战争 一旦打仗 谁给你打仗啊 谁给你卖命啊 我买来的官 凭什么给你卖命啊 这很可怕的 2017年10月19日 中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部长杨小杜 在记者会上说 18大以来 中纪委共立案审查 审军级以上干部 以及其他中管干部 440名 当时被查的中管党政官员 约280名 据此推算 被查的军队将领 可能有160名 其中有7名中共上将被查处 回到开始 江征派系之所以要制造 中绍军被抓的这一传闻 显然是为了动摇习近平的军心 让习近平最为看重的军队控制权 产生动摇 这也是习近平为什么继续加固 其军权的原因 20大将至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双方的矛盾会越发尖锐 斗争会越发激烈 不知道 还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请帮我们点个赞 也希望您能帮助我们 传播这个频道 让更多寻求真相的网友们 能看得到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